大家好,我是阿里云容器服务的墨源 今天呢是我们Develops企业最佳实践的第七节课程 首先在开始第七节课程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精神给大家讲解的 阿里云容器服务和开源软件集成的这节课程 那我们首先介绍了关于开源那些工具链 比如说像容器化工具Derek Derek呢是一个命令和工具 可以通过一键探测的方式来动态的生成 Dockerfile,Dockercompose,Kubernetes,Risos,Yaml,Jenksfile 来实现本地容器化开发的一个规约 以及CICD配置的生成 然后呢经常也给大家讲解了 关于在KBIS里边包管理工具Helm 那Helm呢其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KBIS里边大部分的抽象都是原子性 比如说我们比较了解的像Department Service 其实这些原子性的抽象在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过程中 或者是产品的一个重复的连续的一个迭代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很难以去管理的 而Helm的产生呢其实就是要把一个大型的一个应用 或者是几个应用组成的一个应用托普 通过这种包管理工具进行管理 能够进行一键时的一个交付 那第三个工具呢是Compose Compose呢实际上是在SWAM迁移Kubernetes的时候 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知道在Kubernetes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交付的一个 交付产物的一个抽象 像Department Service 那在SWAM中呢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概念 那Compose呢其实它的作用呢就是如何将SWAM中的这个 Department Service里边的一些概念和Kubernetes Ressus Yamo中的概念进行一个翻译 来帮助你实现SWAM机群迁移到Kubernetes 机群的一个场景 那接下来呢 镜上也给大家讲解了关于微服框架Spring Cloud 以及Spring Cloud里边的一些熔断器啊 Uroca是怎么样和容器像继承的 那微服框架里边Spring Cloud 可以说是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个 一个一个框架了 然后我们有很多开发者也在上面进行了自己的扩展 以及自己的一个业务开发 然后最后呢 金山给大家讲解了是关于服务网格 eSteel eSteel呢其实是最近特别是随着Kubernetes的兴起 而被大家越来越认可 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技术 然后最近的时候蚂蚁包括很多大型的一个互联网企业 也都在服务网格上投入了自己的一个力量 然后后续呢大家也会看到 服务网格在开源社区里边的一个 眼镜的一个方向 也会越来越被大家做认可和接受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了这个课程的内容呢 叫做容器化应用的性能测试与调优 其实在呃讲解这门课程之前 我还是很犹豫的 因为这关于容器化的这个调优 呃其实呃很少在外边的课程中有过设计 然后其实包括就是主机级的调优也很少有设计 因为呃调优是一个case by case的一个事情 我们很难去总结出一些通用的一些方法论 或者是通用的一些模型来去呃帮助大家呃很快的去适应它 更多的调优呢可能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呃经验的一个输出 所以今天在开这门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会把一些常用的场景 以及我们在容器中遇到的性能调优的一些问题呃 总结给大家呃呃不太清楚这个最终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但是尽可能的会把呃这部分给大家寄进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首先在谈性能调优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谈一个呃非常有名的一个问题 叫做c10k问题 那c10k问题呃其实产生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 呃大约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的一个时间了 那c10k问题呢是性能调优领域里边非常著名的一个问题 它其实是对web 1.0和2.0时代的操作系统呃使用的这种Io模型进行的一个挑战 因为传统时候大家使用的类似像apache啊这些的这个呃web server 他们都使用的是同步阻塞的Io模型来处理 也就是说它是每一个请求一个进程 那当你的这个网络取求非常多的时候 实际上在你的这个操作系统里边会创建非常多的这个呃网络的这个进程 而我们知道在Linux系统里边呃进程和进程之间的切换实际上是会非常消耗这个呃系统资源的 所以在传统的这种同步阻塞的Io模型里边 c10k这个10k的这个10k的这个并发呃长连结数就已经到达一个瓶颈了 那当时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呃主要的一个解法就是通过这个eboIo的方式来去解决 呃通过这种eboIo的呃方式来将这种呃数据拷贝比较频繁呃的这种场景 就是这种上下文切换消耗比较大的呃这种问题进行解决 所以呃通常情况下谈到cck大家提到的解决方法就是用类似这种非阻塞的呃 eboIo或者是kqueen这种方式来去解决呃 其实呃到目前为止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应用程序的框架呃不论是dj 不论是django啊或者是php里的这个zen framework啊 7a啊之类的 其实都已经能够很好的去解决c10k的问题了 那如今这个场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c10m 呃其实c10m的问题呢和c10k问题并不是在同一个量级同一个level上的 因为我们通常讲c10k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只是单一方面的一个解决 就是一种同步模型的呃同步io模型的这个问题解决 而到了c10m已经不单单是一个io模型来去解决的问题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更多的这个呃解决办法呃可以解可以可以呃可以阐述为是对操作系统的一种压榨 比如说我们会把很多在用户内核台用户空间里面的一些操作转换成内核台的一些操作 所以c10m的问题其实是当现在为止还没有特别好呃没有特别多解决办法的一个呃 就是没有特别多标准解决办法的一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是在对内核的一种压榨 那谈到性能调优呢我们先从这个c10k问题谈起 c10k呢是性能调优领域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问题 呃这个问题呢已经提出来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它主要针对的是web 1.0和2.0的时代的这个操作系统 呃在那个时候我们传统的web software呢例如像apache 其实它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同步IO模型的方式来处理每一个请求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请求到达apache的时候 apache呢会分配一个独立的一个子进程 然后让这个子进程去处理这个呃请求 然后当这个请求结束的时候会去销毁这个进程 所以以这种同步IO阻塞模型的方式进行处理的时候到达10k的这个量级 单击10k这个量级的时候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瓶颈 因为呃对于在linux中进程是一个很高损耗的一个行为 数据的拷贝呃特别是这种呃这个频繁的从用户态到内核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拷贝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会造成进程线程上下文的切换消耗非常大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c10k的一个本质 所以解决c10k的问题在当时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呃有名或者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解法 就是使用这种异步非阻塞的一个IO 比如说像epo或者是在phrasebsd里边的这种kq 其实这个呢也是呃当时呃有一些语言或者是一些框架的一个解法 比如像nob.js这种event loop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像ngex里边也是承过这种实践驱动的方式来去实现 或者是像在python里边的ternado 呃这些其实都是利用这种event loop非阻塞IO的方式来去实现一个高并发的一个模型 那c10k的问题呢其实是的到了到了今天已经能够相对比较轻松的去解决了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繁荣 我们现在开始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这个c10m的问题 那么c10m呢是呃目前互联网里边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相比c10k而言 c10k里边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一个解法非常简单 就是把同步还有模型转换成e步非阻塞的这种eepo或者是kqueen的这种模型 而c10m里面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决办法 呃与其说是一种性能调优我们不如说是在去进行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呃压诈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提升一个性能 所以呃c10k问题我们并不能够呃把它完全称为是一种性能调优 而且在c10m里边我们可以说这是呃性能调优里边非常呃有挑战的一个项目 那再谈到性能测试和性能调优我们首先呃要了解的一个点就是说性能调优很呃 它的难点在什么怎么做性能调优会能够尽可能的帮我们快速的发现问题解决解决问题 其实呃性能问题呢就像是一座冰山一样 它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漏在水面上的这个东西叫做现象 然后以及藏在水面之下的这个本质 那比如说我们通胀情况下发现一个性能问题看到的现象是我的网站 这个可能比较慢对吧 有的时候出现这个504或者是502 那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现象 那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的这个solo端有大量的这个日之协入 然后导致我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响应比较慢 对吧 那其实这个是你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 那在性能调优里边最根本的或者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怎么把这个现象转换成本质的这个过程 那其实在现象和本质之间还有一层叫做什么呢 叫做症状 那比如说我们到医院里去看病 那大夫呢给我们看病的时候并不会说 第一个他问你的一定是现象 比如说你咳嗽几天了 对吧 然后第二个大夫会给你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咽血啊 或者是来看你的舌胎啊 或者是听你的这个心率啊 对吧 这个时候他其实大夫是在找症状 那找到症状了之后 最后呢他会根据这个症状来去进行一个确诊 比如说他发现说 我发现你的这个看上去好像这个舌胎比较厚 那可能是不是这个有一些病毒的一个感染 然后呢他会让你去验血 然后血液的报告里边会有一个病毒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找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了 然后他再根据这个根本的问题找到了事情的本质 说你这个是细菌感染 那其实性能调略也是一样 当我们发现这个网站访问速度比较慢的时候 我们发现的是现象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们根据这个现象 我们能知道说哦 访问比较慢一定是我的server有问题 那server有问题 我就看server的日志 发现在server的日志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日志的一个内容 那我可能判断的问题是说 可能是由于我这个日志写的太满了 导致我的磁盘性能下降 然后比如说斯班列 斯班的I-Node满了 或者斯班的空间满了 然后导致最终的这个server的响应时间比较长 响应的比较慢 所以性能调略是一个一步一步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找到我们收集到的是现象 然后我们要把现象转换成这个症状 最后再通过症状找到问题的一个本质 然后再去解决它 所以这个是性能调略的一个方式 那性能调略呢 有以下常见的几种方法 那这里边列举了一公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种这种性能测试的一个方式 第一种测试呢 叫做负载测试 负载测试呢 是用户观点的一种测试行为 简单的来说 负载测试就是让系统在一定的负载压力下 进行正常的工作 观察系统的表现能否满足用户的这个需求 那这个其实是负载测试的一个要求 就是第一点 系统一定是在一个稳定态来执行的 第二点 它是在满足稳定态的前提之下的一个最高压力 所以这个是负载测试 然后第二个呢 是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呢 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极端 它是对系统进行一个极端的一个加压 来观察系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性能问题 在针对此性能问题进行分析 从而达到系统优化的一个目的 所以压力测试呢 就是一定要让系统出问题 如果系统没出问题 那一定是压力测试的这个手段和方法存在问题 那压力测试和负载测试之间 它们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是不是要把这个系统压出问题 那负载测试是说在不出问题的情况下的稳定 而压力测试呢 是说我一定要让这个系统出问题 我找到上线的这个peak 那第三个呢 是并发测试 它是验证系统的一个并发能力 通过一定的并发量来观察系统 在该并发样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特征 确定系统是否满足设计的并发需要 并发测试是系统观点的一个测试行为 那这个地方我们提到了 就是负载测试里边是用户观点的一个测试行为 而并发测试是系统观点的一个测试行为 它们两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在于说是 并发测试里边 它验证的这种并发能力 其实和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系统的 对外的承载能力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的系统并发可能只有300 但是呢 我可以承载每天 每天大约几百万人的一个访问量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那对于我们来讲QPS300 其实是这种系统观点的一个测试 而每天对外服务几百万 那这个呢 其实是用户观点的一个测试行为 其实 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压力测试 或者是负载测试 更多的呢 是为了满足这种用户观点的一个测试行为 第四个呢 是基准测试 基准测试呢 实际上就是要有一个基准点 比如说我的这个系统 以前的时候有已经有一个基准点了 那现在我新上一个功能 我要来看 呃 新上的这个功能是不是会破坏我的这个原有的系统的这个基准点 所以通常情况下 这个是对于一些大型软件 在上线新功能模块的时候会做的一种测试 这种测试呢 其实目前做的这个测试还不是很多 特别是对于一些老的系统会做的相为稍微多一点 在互联网的这些产品里面 基准测试相对来讲做的还比较少 那再往下呢 是这个稳定性测试 稳定性测试和负载测试 其实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只是稳定测试呢 会相对相对长的一个时间进行一个保留 它是在一个连续测试的一个时间 也因此呢 稳定测试的预值会比负载测试会稍微低一些 再往下呢 是一个可恢复性测试 可恢复性测试呢 其实在国外的时候有一种专门的一个词 叫做Trust Monkey Trust Monkey呢 其实就是把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 把你的系统搞挂 然后来看搞挂的这种情况下 系统的自恢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来判断系统的这个鲁邦性 那在AWS上或者是在Netflix里面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Trust Monkey的一个组件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针对性的了解一下 Trust Monkey在国内用的还不是很多 所以今天我也不过多的去讨论它 那最后一种测试方式叫做全链路压测 其实这个呢测试方式在最近两年的时候非常流行 因为在阿里双11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个全链路测试 也就是说它把整个天猫或者淘宝的业务会完完整的copy出一份 在一个全新的链路里面来去模拟我们双11的时候的一个流量 然后来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的 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测试 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很好的来实现一个系统容量的一个估计 因为标准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一些性能测试的软件 特别是类似像这种 Jimmy Eker或者是WRK 它只能针对于一些特定的API 或者是特定的一个路由来去测试 那这种测试呢和传统的这个 我们理解的用户的访问行为 是有差别的 因为比如说以淘宝为例 一个用户登陆到这个淘宝上面去购物 它可能走个一个联络室 先登到首页 然后选择一个详细的页 在详细页里面进行下单 但其实是一系列的一个行为 并不是针对单一的一个API进行的一个测试 而全链路压测呢 其实就是模拟用户的一些行为 通过模拟用户行为来去造这样的相应的一个流量 然后来模拟真正在大错场景之下 或者是在大型活动场景之下的一个真实流量 以这种方式来去 可以在那个大版本上线之间 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保障 那在阿里云上面的有一款产品叫做PTS 然后PTS呢其实就可以帮助大家来实现这种全链路压测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种性能测试和性能测试的几种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性能测试里边主要我们关心的这个对象 和这个对象的一个范围是什么 那如果从上到下我们可以这样来划分 首先是程序的瓶颈 比如说我们提到CGK问题里面使用的这个L模型 然后以及现在一些语言或者框架里面是不是使用了多核的这个处理器 还有就是部署的方式和资源分配 是不是能够满足程序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率 往下一层呢就是这个网络层 那网络层呢你使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协议 使用的是长连接还是短连接 使用的这个网络模型和当前的这个网卡是不是匹配 是不是支持这种芯片级的一个解析 再往下呢还包括了类似像网络的防火墙的设置 是不是开启了类似像IPTables 有没有Net Contract等等 然后以及呢用户态和内核态之间的切换的这个资源消耗 其实这个是网络网络级的一些瓶颈 那网络级之下呢其实就是内核级的一些瓶颈 比如说常见的我们会对网络内核进行一些调优 特别是对于这个 网络网络相关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堆裂呀 然后像刺判底的一些 iNode的一些参数 Open Files等等 然后还有呢就是内核模块的一些开启和加载 比如说有的公司呢可能会使用类似像IPVS 就是这种内核级的一个module module的功能 然后如果开启的话会提升很大的一个性能 还有就是内核版本和性能其实也是有一些关联的 再往下呢其实就是一些系统的一个拼命 比如说在FreeBSD里边 我们的这个Io模型 EvoIo模型里边 它的实现方式是KQ 而在Linux或者是类Unix系统里边 提供的大部分是POR EPOR等等 其实这些是不同的这个Io模型之间 也会有一些性能的一个差异 那这个呢其实会对某些特定场景 会存在一些新天的一个缺陷 再往下呢就是硬件的瓶颈 比如说你的瓷盘是SSD还是机械硬盘 你的网络设备支持的吞吐和协议 你的CPU的型号 以及CPU里面的这个Catch的Size 是不是支持New吗等等 那性能测试和调优的对象呢 其实包含非常广泛 那从最上层的应用到最底层的设备 其实都有所包含 所以这也成为了这个性能调优 比较复杂又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 不过随着这个云计算的逐渐的普及 底层硬件大部分的都会被这个云平台 通过虚拟化的能力进行替代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云平台来实现 自身需求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和伸缩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络 网络这块网卡它的顿度比较低 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云平台来去伸缩我们相应的伸缩 或者是更换我们的这个网络的一个 网卡的一个配置 来去实现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 所以云平台的这种心结呢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放在系统层 以及系统层以上的这个调优的这个部分 其实无形中降低了我们性能测试 和性能调优的一个难点吧 不过即便如此呢 性能调优依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支持领域 对于调优者提出了更多的一个挑战 那容器呢 其实和性能调优 他们就是容器的引入 对性能调优来讲 提出了更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容器本身是一种虚拟化的一个技术 虚拟化本身呢 就会对性能有一些损耗 这个是大家都能够认可 都能够理解的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通常客户在上了容器之后 会发现这个容器的这个性能所会比他们预想中的大非常多 因为他们看到就是不论是道客的官网啊 还是我们在社区里边的一些宣讲啊 都会说说容器 从虚拟化层来讲的话 它的性能损耗会在5%以内 但是为什么客户一测试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性能可能会差两倍三倍 甚至更多 那其实这个呢是有很多非常多的因素在里面的 那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其实就是来讲解这些因素 怎么来去排查 以及在什么场景之下该去使用什么样的方式 以及什么样的方案来去杜绝这些问题 那容器的本身呢是一种轻量级的虚拟化方式 那相比KVM这些需要虚拟化 GestOS的这种虚拟化方式CPU和内存的虚拟化损失比较小 那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实现同等性能 更多的呢是要检查容器引入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像一些网络架构 那比如说如果你使用了类似像VSLAN或者是VLAN这种 封包的这种的隧道技术的话 那其实一定会有一些网络的损耗 还有呢像存住戒指 那在传统的这个容器里面 如果你使用本地盘的方式来去挂载的话 其实基本没有性能损耗 而更多损耗呢是说因为容器它是一个飘的嘛 它是在一个池里面进行了一个飘移式的一个调度 所以你需要在容器之间共享一些数据或者是状态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用一些分布式存储 而分布式存储呢就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个不适应的一个场景 或者是有一些性能问题 那其实这个呢是架构改造引进的一个副作用 而第三个呢是这个内核参数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容器里边 它是基于Linux的namespace来就实现 那有一些namespace呢 其实它里边也包含了一些内核参数 那当你创建了一个新的namespace的时候 这个内核参数并不会去继承你系统的一个kernel的内核参数 这也会导致了很多我们的开发者在从ECS迁移到容器之后 发现说在ECS上面那些内核参数在容器里面没有办法生效 那其实这个呢其实是Linux namespace的一个限制 那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和注意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往下呢是编排系统 以及这些系统的一些贴生的一个缺陷 比如说如果你使用类似这些编排系统里面提供的这种 Fornet的网络模型 那对于单一流量产生者使用的这种短链接的一个场景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性能性能拼接 所以这有一些呢是这个容器系统会有一些天然的一个缺陷 那当你 当你对这个容器进行压策 然后逐渐的进行调优 然后到逐渐的理解认可接纳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这个容器整个性能这个过程会分为四个阶段 你对待容器的这个状态态度会分为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误解 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会认为所有的性能问题都是容器的问题 之前在VM里面跑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一到容器里面就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第一个出现问题 你会先怀疑容器的一个成熟性和稳定性 那第二个阶段呢 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哦 这些问题是由于我的一些不当的使用 或者是一些引进的副作用 比如说网络架构的变化 或者存储介质的变化而带来的 在这个阶段里面 大部分的开发者会说 我理解说原来是在这种场景之下会出现问题 那我出现问题了之后 我首先会检查是不是我和原来系统之间存在一些系统的差异造成了这个造成这个问题 那这是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接纳 因为当客户了解了这个容器架构的一个原理的时候 他发现只要在合适的场景之下使用合适的方式就能够规避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基本上 我们的开发者就能够做到性能的一个落齐了 那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认同 因为我们知道容器引进的这些副作用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引进这些副作用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一种博弈 当你损失了性能 它的原因是为了带来更鲁棒的一个交付方式和更大的一个开发效率的一个提升 那相比损失的这些性能其实在容器里边我们是可以认可的 就是少量的性能损失可以带来更大的一个鲁棒性和效率提升 那这个对于很多开发者还是认同的 所以这个是容器性能调优里边的四个阶段 那当你发现问题了之后 先不要急着去怀疑容器的成熟性 先更多的去了解容器的一些架构 可以协助你更好的来进行系统的一个调优 减少系统出现性能问题的一个场景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回归一下本质吧 因为从容器的本质上来讲 它是一种虚拟化的方式 那左边这张图呢 其实是我们平时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 就是它和QVM这种虚拟化方式的一个比较 那传统的这种QVM的这种虚拟化方式 是要虚拟化出一层guestOS 所以它的形容损耗相对来讲 会在20%或者是15%左右 而容器的这种虚拟化方式是通过虚拟化 就是next namespace和cgroup的方式来去实现 所以它的虚拟化 整个虚拟化的损失是在5%以内 在这个这页里边有一个论文的一个地址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去看一下 外国的一个开发者是怎么来去做 Docker的一个虚拟化的一个性能测试的 然后有虚拟的同学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它最终测试的一个指标是容器虚拟化的损耗 可以在5%以内 那这个指标相对来讲 是目前我们比较公认的一个指标 那在了解容器性能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来对容器内部的一些机制来进行一些理解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容器它基于两大技术来实现的 一个是Linux的命名空间 一个是Linux里边的这个cgroup 那命名空间的顾名思义 它是一种隔离的一种方式 那在Linux中它只是6种命名空间 分别是这个mount namespace UTS namespace IPC namespace PID namespace Networks namespace和user namespace 需要特别提的是这个user namespace user namespace呢 其实是很晚才加入Docker里边的 然后在Docker很老的版本里边 我们如果在容器里边使用的是root用户 那实际上在输入机上面 同样也是root用户 那这样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安全风险和安全问题 而在Docker 1703以后的这个版本里边 引入了这个user namespace的一个概念 那此时你在容器里边的这个root用户 就不再是用户空间里边的root user了 而是user的一个mapping 相应的它会映示到你输入机上面的一个子权限的一个user 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种安全隔离性的问题 那我们从上来看一下这个mount namespace mount namespace呢 是文件系统的一个挂载点 那它的作用呢 是可以让每个容器看到不同的文件系统的一个层次结构 然后uts namespace呢 它是loan name和这个domain name的一个一个隔离的方式 可以让每个容器有自己的host name和domain name 然后ipc namespace呢 是这个linux进程通信的这个namespace 然后可以让每一个容器都有自己的system v的ipc 和proxy的这个posex的这个消息队列的文件系统 因此只有在同一个IPC namespace下的进程才能够相互通信 这样其实就可以做到 在那个linux里面进程级的一个隔离 你的这个容器里面的这个进程并不可以和这个容器之外的进程进行项目通信 然后再往下来是这个pid namespace 就是每一个pid namespace都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这个pid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在docker的这个container里面 它的这个pid的range是从是从1开始的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容器里面的这个pid的number 和你在容器外的这个pidnumber有可能是重合的 但是它们又不是同样的一个进程 其实这个就是pid namespace剩下的一个方式 它会把你容器里面的这个pid通过mapping的方式映射成外边的一个pid 那像左下边的这张图呢 其实就是映射的一种方式 那在容器里面呢我有一个pid是1的进程 还有一个pid是2的进程 那其实通过mapping上来的话会在宿主机上面 这个主的这个12237的这个进程是它的副进程 然后这个pid是1的实际上是这个容器的一个主进程 它映射成宿主机上面的这个1238 其实又是以这种方式来去做了一个mapping 再往下呢是这个network namespace 是和网络相关的一个资源 每一个容器呢都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网络设备 ip地址 ip路由 然后以及prognite等等 然后可以让这个各自的容器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网络空间和网络站 那这个呢其实是Linux里边六大命运空间 那他们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我们知道在Linux里边每一个进程呢 它最终到底层都是通过系统调用的方式来去创建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开发者可能用过fork 但实际上fork并不是最底下的这个syscon 最底下的syscon叫做clone 像我们右下角这个地方是定义的是这个clone的一个 clone的这个参数 clone的第三个参数呢实际上 是一个flag位 然后这个flag位里边呢 可以来设定一些命运空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配置 那比如说在Docker里边 你要你想要去使用六种命运空间的一个隔离 那这个flag这个地方就要贴六个这个flag位的一个货 就可以来实现这种有命运空间隔离的这个进程 然后可以创建一个就是和Docker比较类似的一个进程 就是包括我们的开发者也可以自己在Linux上面来实现这样的一个代码 来创建独立命运空间的一个进程 如果对于Docker命运空间这个地方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团阅出了一本书叫做自闭动说写Docker 里边就有关于这部分详细的一个介绍 然后在这一页的这个右下角 我也提供了一个Linux命运空间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然后有些人同学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第二个核心的技术呢叫做Cgroup Cgroup呢其实是Linux里边资源分配的一种方式 那像左边这张图呢其实是使用CPU的Cgroup的一种方式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Bacher的一个CPU 那Cgroup呢可以将这个Bacher进行一个切割 然后有一个切割的一个力度 然后通过时间片分时的方式来去给这个Cgroup绑定的这个进程来去使用 那右边呢这个呢其实是在Docker里边的和Cgroup实现的一种方式 那Cgroup呢相当于是把你需要的进行隔离的一个资源进行一个切割 比如说这里面会包含CPU、Memory、这个Device 然后网络还有CIPIO等等都可以在一个Cgroup里面去定义 然后这个Cgroup呢会和你的这个container进行一个挂靠 然后这个container使用的资源就会被这个Cgroup进行限制 所以呢这个资源分配呢在容器的这个场景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标准化应用的这个前提呢其实应该是这个容量规划 然后容量规划的本质呢其实就是通过Cgroup来实现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需要多提一句的就是 我们很多的开发者在上了容器或者是使用了Swap或者是K8S的时候 经常会忘记使用这种资源Limit 有一个比较现实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在一家大型企业里面我们知道 你在上限一个新应用或者是上限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要先申请资源 比如说他可能会给你分配一台4和8G的一个机器 那其实这个也是容量规划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很多的开发者在使用容器了之后 会把这件事情忘掉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我们比较建议每一个应用在使用服务编排部署到你的这个容器服务上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资源的一个规划和资源的一个限制 这个不仅仅对于你的这个资源之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防止抢占 也可以让你对你的系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 可以协助你来排查什么时候该进行容量的扩容 什么情况下该进行rebalance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容器在网络上的损耗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容器在虚拟化的损耗可能是在5%左右 而在网络上这些由于架构改造带来的副作用是容器最大的一个损耗 那在kbs里边呢有一个组件叫做queeproxy 那像左边这张图实际上是queeproxy里面来实现的 基于appetables的一个forenet的一个规则 那在这种网络模型里面 其实appetables是在这个网络里面的一个瓶颈 因为在每一台机器上的appetables都是全量的appetables 当你进行一个服务的一个service变更的时候 实际上会将当前系统里面所有的appetables进行一次刷新 然后当你进行服务群制的时候 会进入这个appetables的chain 然后在这个chain里面来去找相应的一个规则进行匹配 然后来去匹配到这个相应的这个ip以及地址进行过滤 所以当你的这个机群中服务或者是容器变得非常多的时候 你的appetables的规则会变得非常多 那每一个请求都会经历这样appetables的一个chain 而这个chain里面的规则的数目会随着容器和service的数目而变多而变多 所以这会导致你每一个请求都会在这个chain里面消耗很长的一个时间 此外呢这个appetables呢 它是用户态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appetables 其实它包含两部分 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真正理解的 真正的这个appetables 就是它是一个client 还有一个呢是底层的这个内核态的一个东西叫infcontract infcontract其实是执行appetables的规则的一个引擎 来去进行真实的一个流量过滤 但是infcontract在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 需要通过用户态来去捞取这些规则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这个信用损号 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在kbis里面 基于appetables的4net的一个网络方案的一个 信用损号 那在kbis或者swap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网络方案 比较流行的类似像VLAN或者是VSLAN的这种 基于风包的隧道技术的一个网络方案 那其实这种网络方案呢 在风包和解包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一个信用损号 那这个信用损号会在20%左右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出现这个 这个信用损号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是这个 虚拟化这一层出了问题 很多时候可能也是在网络层出现了问题 在所有的这个容器网络里面 host网络模型的性能是最高的 基本就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损号 但是host网络模型丢失了这种网络交付的一个灵活性 因为这样你的这个容器 基本上就只能和这台机器进行绑定了 没有办法很灵活的在Flight的网络里面进行一个通信 或者是有更灵活的一些服务发现啊 容纳器啊 这些这些手段其实就很难做了 所以网络方案呢 是一种灵活和性能之间的一个取舍 那在KBS里面呢 我们是尽可能的兼顾性能的前提 保证这个灵活性的这个要求 那在网络上面我们还想更多的提的一个方案呢 是关于这个service mesh service mesh呢 我们也提到了 在上节课程我们也提到了 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方案 它提供了类似像复杂的这个流控 这个分布式的这个tracy 以及服务接管 熔断器等等 很多非常高级的这个代理的一个手段 和服务网格的一个能力 但是service mesh呢 相当于在现有的这个KBS的网络模型之上 增加了一层接入层的一个网关 然后通过这层网关实现了非常复杂的这个流程控制 权限较演 熔断器分布式tracy 那协而易见 这种场景呢 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性能损失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也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网络层的一个变成能力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取舍吧 然后在性能损耗上面呢 其实有一些网络方案是存在先天性的缺陷的 比如说在这个4net的场景之下会有这个五元组重合的一个问题 那会造成在压策场景之下或者是在钉下场景之下的一个性能低下 那五元组重合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元组呢 是原IP地址 原端口 原目的地址 目的IP地址 目的端口和传输协议的一个组合 那这个五元组呢 它能够唯一的确定一个绘画 而4net通过地址伪装的会导致很多容器在返回的时候 会把这个这个这个原IP就是原IP的这个伪装变成同一个IP 但是呢 因为不同的这个container那边会可能会有同端口的这种场景出现 那这就会造成在TCP协议里面遇到这种元组重合的这种场景 那一旦遇到元组重合这种场景呢 TCP呢 会去叫这Connection里边的这个SQL number 如果新的这个SQL number小于上一个网络报的SQL number的时候 那么会去叫减相应的这个timestep timestep 然后这个timestep如果是比较老的 那么他就会认为 他就会认为这个是一个脏数据的一个场景 从而进行丢报 然后会导致底层的一个重传 所以对于这种4net的一个场景 大兴 大量的这种固定发起端形成的短阵阶 其实就会有一些缺陷 但是这个你并不能说他是容易性能的不好 而是说在这种场景之下使用短阶阶的方式是有局限的 是不合适的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想要重点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某一些网络方案可能在某些领域是有缺陷的 但是在其他领域里面他可能表现的非常好 但是这个呢 就需要我们的开发者再去选择网络方案之前 就会有一个事先的一个了解 那再往下呢 是这个文件IO的一个损号 左边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我们对就是NativeVM NativeDocker和VMDocker的场景之下 磁盘IO的一个性能测试 我们会发现标准的这种文件IO 其实并不会有太多的性能问题 但是由于镜像存储和volume可能会在同一块磁盘上 当你有很多镜像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inode不足的一个场景 会导致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磁盘IO性能的一个下降 此外呢 因为容器调度呢会有偏移的特性 那你经常需要在多个容器之间共享存储内容 在常用的这个分布式存储 或者比如说像这个面向对象的这个OSSFS 或者是面向文件的这个NAS存储 相比这种块存储会有明显的一个性能差异 但是这种性能差异呢 实际上是方案选择上的一个 方案选择带来的这种性能差异 那再往下呢 是这个框架语言的一个性能降低 其实我们在谈Docker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谈更多的谈到它是一种虚拟化的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跟大家来谈起的 就是其实这种虚拟化是一种不完整的一个虚拟化 因为它和标准的虚拟化有所差异的地方 在于很多语言或者是框架对Cgroove的支持 其实并不完整 比如说Java里面 在Java 8U131之前 其实是没有对Cgroup进行完整支持的 这会导致GVM在启动的时候会认为它还是在宿主机的这个空间里面 那比如说你给你通过Cgroup给这个Docker分配了两核4G的一个资源 那实际上在GVM里面它并不会看到自己是两核4G 而是会看到它是宿主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情况 可能看到的是一个8和16G的一个机器 所以此时GVM在分配系统资源的时候会按照宿主机的这个资源量 这会造成很多时候在有Cgroup分配的这种资源的场景之下 Java的这个容器表现的性能并不是很好 很多时候容易造成这种不必要的这个OOM 还有呢是早期的这个Golan或者是Node.js的一个版本 它没有办法通过容器来感知到有效的核心数目 必须通过这种环境变量的方式来去设置 这也会导致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利用多核 或者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利用这种Cgroup来分配的多核 还有呢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 在某些语言里面 比如说像Java或者是PHP里面 它的HTTP Client实际上会进行DNS的一个Cache 那有了DNS的Cache之后呢 它能够帮你来省去很多这种DNS的Query 那在Docker里面这件事情就尤为重要 那在这左边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在Docker场景之下的一个DNS的一个Query 比如说我在一个Docker container里面来去Query一个Service 那Docker本身里面会内置一个Engine的一个DNS Server 然后如果在KPAS里面呢 也会有内置的类似像Core DNS或者是Cooping DNS 这样的一个Component 你的所有的Query呢 其实优先会去查这个DNS 那如果这个DNS里面找到了 那它就会直接返回一个记录和返回这个相远的一个结果 如果这个里面没有找到 那会去交给上游的Upper的这个DNS Server 所以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性能问题 因为你所有的Component都会依赖于自己内部的一个组件的一个DNS Server 所以如果在这种场景之下又没有Cache的话 会造成很多出往场景之下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地下 那在GoLine里面呢我们比较推荐大家是安装 像NICD这种方式来提高在系统级的一个Cache的一个能力 还有呢就是再往下呢就是不同的镜像会有性能的一个差异 那比如说左边这张图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第三届课程中给大家讲一些的 就是在镜像里面的这个文件系统 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首先镜像的体积会 镜像体积的大小会导致分发性能有所差异 第二个呢是镜像的内核会带来一些内核的一个差异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开发者在使用VM的时候 他认定了自己使用的是这个Ubuntu 16.04对吧 他使用Docker Image的时候 他同样也想找一个标准的一个Ubuntu 16.04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Docker的这个Ubuntu 16.04和你使用的这个VM的16.04之间 是否会有稀小的差别 是否会有依赖包之间的一个安装差别 其实这个是很多开发者没有关心的 而正是这些小的这个工具链的一个差异会导致有很大的一个性能的一个差异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Docker里边呢 其实我们知道当你要去调一个CA链的时候 其实是要调系统里边的一条CA链来去先去做优先的一个效益 但如果这条CA链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内置的一个CA的话 会导致性能的一个低下 在contenter里边呢你可以去直接去移除这些不必要的一个CA的一个正数链来去提高一个性能 那这个呢其实是容器场景之下的一种特殊的一个条约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往下呢还有类似像这个语言版本的一个差异 我们很多开发者在做基础镜像的时候 很多并不是自己来去打一个标准的镜像 而是使用别人的一个镜像 比如说他看到有一个PHP的镜像 他就直接拿过来用 根本没有关心这个镜像里边的版本和自己使用的这个版本是不是匹配 因为特别是对于像PHP或者是NodeGIS这种 对于小版本有非常强依赖的这种场景 其实还是需要值得特别注意的 一定要保证能够拉齐到你的这个VM和容器里边的这个环境 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内核参数的一个差异 Docker对于Proxy呢只是指读挂载的方式 因此对于内核参数的修改呢会在主机级别进行共享 这可能会造成同一台主机上不同容器之间 对于内核参数之间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 从而造成性能的一个差异 比如说你在一台VM上既有长连接的应用 也有短连接的应用都在同一个节点 那你对这个节点上面进行参数调游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兼顾长连接场景和短连接场景的一个差异 那这种差异很多时候是不可不可调不可调解的 你必须要通过调度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去解决 此外呢这个命名空间呢 命名空间的一个独立也可能会造成部分参数 会使用这种默认值比较常见的例子是这种IPC 比如说你给你的这个 你给你的这个container设置了这个IPC的一个隔离 那此时呢 IPC的参数就会使用系统的默认的这个IPC的参数 而不是使用你在系统中修改的这个IPC参数 那IPC的这个参数系统的默认值是非常小的 特别是对于堆裂以及相应的这个size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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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的这个预知是非常小的 那这会导致类似像数据库或者是消息堆裂等这类的应用性能非常低下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在容器场景之下需要特别注意的几种性能场景和性能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容器性能测试和调柔的一个步骤 大部分性能调柔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种发现现象 探测症状解决问题这三个步骤来去执行 而在容器的性能调柔中就更为重要的就是 这个问题就更为重要 因为在主机的性能调柔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来去借鉴 可以很快的找到相应的症状 但是在容器的场景中很多客户只能告诉我们现象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由于客户并不了解容器引擎的工作原理 和容器化架构的一个实验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容器场景之下 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第一个挑战在VM和容器中压测和调柔的方式存在一个差异 很多时候我们的容器里面是一个最简化的一个环境 我们很多的这个容器 很多的调柔工具在容器的content里面是没有安装的 而且我们也不推荐大家直接在容器里面去安装调柔工具 来产生更庸重的这个镜像镜像的一个size 而第二个是容器化之后整个的链路会变长 会造成我们排查问题的一个困难 比如说你使用了这个接入层的一些HPLC 或者使用QPLC这种方式 那会导致你这个网络链路变长了 那调柔的这个链路也会变得更复杂 那第三个呢就是容器场景难以拉起性能极限 造成这个调柔的困难 因为你要想做性能调柔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极限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你使用了什么样的系统的版本 你使用了什么样的这个参数 那这些很多时候是用来拉起环境 必要的一些条件 但是在容器里面很多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进行环境拉起的 那第四点呢是开发者本身对于调柔经验不足 对于容器场景无所适从 那其实这个也是容器调柔里面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经验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把容器性能测试和调柔 分为如下的几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呢是要先收集信息整理架构 收集信息的时候要包含的是应用拓谱的关系 使用的框架语言 以及相应的一个版本 接入层的一个配置和链路 使用的网络模型 容器在你的这个容器器群中的一个分布 出现问题的一个现象和场景 每一条链路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情况 然后等等这些信息 然后这些信息呢 其实能够帮助我们 重构出一个应用的拓谱关系 可以预估流量的一个量级 然后来根据预估流量的量级 来判断当前异常产生的一个原因 那在收集信息之前 我们一定要优先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排查各种泄漏的问题 因为各种泄漏的问题 其实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我们对 信息条约的一些判断 特别是对于内存泄漏 这种场景 这种场景其实比较常见 那我们在实际条约的过程中 遇到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客户的 有一个客户的应用出现了内存泄漏 然后在内存泄漏之后 它的容器出现了这个OAM 然后直接重启掉了 那在我们一个长期的稳定性测试的一个场景中 会发现它的这个性能 会出现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动 而且这个周期性的波动 很难通过这个量级来去反应 很多场景之下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突然这个流量就降下去了 然后突然这个流量 就是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但是因为在容器的场景之下 我们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场景 通常会有很多个副本 所以单一的这个 单一的这个容器的这个停止 或者是OAM 可能只会导致的是一段时间之内 网络请求实验的变长 而不会导致这个整个应用的一个当机 所以在这种场景之下 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复杂的一个因素引入 这会导致你很多 后来排查问题的一个方向 包括排查问题的一个 使用的工具和思路的一个误导 所以在你性能调试之前 一定要先排查各种泄漏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重中之种 一定要优先来排查 那第二个阶段呢 其实就是提出怀疑点 并指定测试方式 那怎么去来提出这个怀疑点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先做出假设 那假设的依据呢 大部分是从我们第一个阶段收集出来的信息和架构图 而得出来的 通常在一个树状的一个调运链路里边 最终的瓶颈都是在最后的这个服务 或者是数据库里边 那如果能够判断出流量方大 这种流量方大模型里边 数据库或者是底层的叶子服务不是瓶颈的话 那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这个访问链路向上回溯 找到这个流量或者是业务的这个断压点 那找到断压点呢 其实是压力测试里边非常非常常用的一种手段 那得到断压点 基本上你的行动压策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那找到断压点的一个原因呢 找到断压点的一个方式呢 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流量 或者是通过这个日志的数目来进行匹配 进行比较来去查找 那当我们已经提出了问题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选择 合适的测试方法和测试的一个集合 那通常情况下压力测试 乍部分是针对于网络的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全链路的一个排查 因为部分的网络延迟可能是由于调度 CPU甚至磁盘的行动地下导致的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应用层 一直查到底下的这个内核层 甚至系统层来进行诊断 多维度的诊断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决策 那左侧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前一段时间非常火 的一个Linux的Performance ToyChain的一个加口图 我们今天在后面的这个文章里面 后面的这个内容里面 会给大家详细的来讲解 这张图里面的一些工具 但是在这一部分呢 我想给大家讲解的就是这个 一定要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这个分层 那比如说上面粉色的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是应用层 也就是说在应用层里面 我们调用该用什么样的工具 那黄色的这部分呢实际上是系统调用层 在系统调用层里面大部分使用一些 Tracy的工具来去追踪 那再往下呢是资源适配层 比如说你用了什么样的这个文章系统 使用ESD3还是ESD4 然后在这个Socket里面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 在Schedule的里面或者是W2VM里面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 其实这个是在系统资源适配层要去进行调用的部分 那最后两层的设备驱动层和物理设备层呢 其实在云场景之下 我们已经很少进行调用了 也不是今天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这个重点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在应用层 系统资源适配层 这三层里面怎么进行调用 那当我们选择了合适的一个工具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完整的一个测试方案的一个执行 那在此处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把每一个测试 完整的进行执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很难在一开始就制定出一个实权实美的一个测试方案 很多时候我们根据执行压测的时候 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根据这个问题进行调整 但是我们非常不建议大家发现问题 就直接修改测试方案 只要你的这个测试方案大方向没有问题 就应该完整的跑完 指定一个方案再进行修改 因为压力测试存在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相比一次参数精准的一个压测 多组阶梯性的反馈测试会更有价值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不可以 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结果和状况 那在构造流量的时候 可以使用常规的压测工具制造模拟流量 同样也可以使用类似像PTS这种压测服务 来去构建全力量的压测 来追求 一味的追求性能是没有意义的 仿真线上真正环境并符合容量规划的前提的压测 是比较有价值 那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得出来先映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需要进行结果的一个比对 那结果比对的时候 我们要满足如下四个原则 那除了压力测试这种场景 其他的压 其他的这种性能测试场景 并不是指标越高 效果越好 而是在满足业务指标的前提之下 抖动越小 效果越好 越平滑 那会认为这个系统的稳定性越强 那第二个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重新测试的时候 一定要满足单一性原则 或者最小影响原则 把这个影响的因素降低到最低 也就是说你尽可能去修改 你怀疑的一个指标 不要同时去修改多个指标 来进行重复的一个压策 第三个呢 就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单节点的高QBS 通常多节点只要能够满足 它的性能是一个线性模型 我们宁可去容忍这部分的性能损失 也要采用这种分布式的一种线性模型 来去进行支持 它可以来有更好的一个扩展 而且单节点的这种QBS很容易造成雪崩 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场景 我可以构建三个大容量的一个容器 还是构建十个小容量的容器 那我会选择十个小容量的容器来去实现 因为单个容器当机的时候 在小容量容器的这种模型里面 损失度是更小的 第四个呢 是架构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抛给系统调油来去实现 那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如果能够通过长连接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我一定不会去调油短连接 如果我能通过降低链路 接入层链路数目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 我一定不会去调油链路层来去解决 所以能用架构来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不要跑给调油来去解决 因为调油说句实话 它还是一种 怎么说呢 不能够被标准化 或者是不能够被统一化的一个措施 更多的是提升性能 锦上添花的一个手段 不能作为一种标准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性能调油里面的这个performance toy chain 我们可以看到 记帐图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工具 我们重点关心的是在这个粉色 黄色和这个 下面这个蓝色的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几个工具 然后这些工具里面 我们挑选一些比较常用的工具推荐给大家 对于一个刚刚入门主机性能调油的这个开发者而言 那以下的这个十个工具 是能够帮助你非常快速的入门性能调油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指南吧 那uptime呢可以帮助你来看这个负载的负载的一个情况 dmessage呢可以帮助你来查看kernel的errors 然后vmstate呢可以来看整体的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个overall的一个status 然后mpstate呢可以看cpu的balance可以看一下numet的一个情况 pid state呢可以看这个procise的一个usage iostate可以看呃就是磁盘的一个iol的一个情况 然后frame命令呢可以来查看memory usage sar呢可以来帮助你整段网络的iol和tcp的status top命令呢可以来帮你来查看overview 那在这张图里面的几个命令怎么来去使用 大家可以来参考这里面提供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参数 然后如果有一些参数的一个修改 可以直接根据它的hyper命令来去进行一个修改 所以基本上这是个命令能够帮助你解决大部分的这个主机级别调油的一个性能的一个问题 那在容器里边呢 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于容器的一个压测工具和调油工具 那首先是压测工具产生压力的 那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WRK WRK呢比较适合的是常规压力测试和稳定性测试的一个场景 它支持连接数的设置 现成设置 时间这些基础参数的一个设置 也支持脚本 high的头等场景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类似像WRK这种的压测工具 它的压测指标一定要选择一个 适当的一个压测的一个时间长度 最好我们把这个指标能够设置到五分钟及五分钟以上 因为对于你的压测量级比较大 上千或者上万的这种的这个并发的时候 那WRK呢会存在预热的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分钟的时候可能产生的流量非常少 因为它在建立ConnectX链接的时候会消耗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那过短的压测时间呢会导致你的这个QPS压出来非常低 但实际上如果你把这个预热时间跨过去 也就是说你看的时间是用这个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维度来去测试的话 那这个就会平均的非常好 你会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压测结果 那这是常规的这种压力测试的一个场景 那对于权力的压测呢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是阿里云的PTS工具 那PTS工具呢 它可以通过脚本编写 然后以及UI的这个这个填写来模拟用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流量 比如说你在一个电商的一个场景之下 你可以模拟客户登录到你的网站 然后访问页面到详细营页去下单 然后下单之后产生支付行为等等 整个的这条链路都可以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模拟 它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流量的流量模拟的一个方式 能够协助你更好的模拟线上的一个流量 仿真线上系统 然后提高你的这个压测的一个准确度 然后目前呢 PTS服务了类似像逻辑思维 动球D等多个这个客户 然后比较建议大家在使用全连路压测的时候来去使用PTS 那对于容器容器调用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的是说有没有泄漏的问题 对吧 我们要看是不是有内存泄漏 是不是会有一些文件链接数的泄漏等等 那对于这种场景我们比较常用的是一些资源概览的工具 那资源概览里边主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两个类TOP工具 一个叫做C-TOP C-TOP是专门为容器进行开发的 它可以用于容器层 层级件的一个建构进程 然后它其实底层的一个实现是通过读取C-Group的一些信息 来去实现了一个TOP的一个能力 然后第二个工具是H-TOP H-TOP呢 因为在C-TOP的场景之下 它更多的是帮你来查看容器的一个实现性能指标 但是对于很多在主机上性能增强的一个场景 并不一定是容器之间进行相互增强 可能是你主机上的一个进程和容器进行增强 那这个时候H-TOP就非常重要了 它可以在主机上来帮你查看进程几个一个资源的一个抢占能力 然后而且H-TOP里面支持非常多的一个信息 你也可以指点PID的方式来去进行完整的一个跟踪 那在CPU和Memory上面呢 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Purve和Straith 标准的时候 然后你直接就用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个frame 这条面就来实现就好了 但是对于比较棘手的这种性能场景 我推荐大家用Purve或者Straith来去实现 因为Purve或者Straith它的实现原理都是比较类似的 是通过是通过这种这个Fiscal的一个跟踪来去统计的 那比如说Straith的一个原理就是 它会跟踪你的系统里面的这个所有的Syscall 然后来进行一个统计来看每一个Syscall的一个运行事件 右下边这张图呢实际上是Straith的一个截图 你会发现在这个场景里面消耗CPU时间最多的是这个Clone命令 也就是说它在创建进程 那看看是不是在进程上面有一些洩漏或者是不正当的一个使用 那对于类似像内存CLO的这个场景比较建议大家使用Purve 然后通过Purve以及这种火焰图 就是FrameGraph这种方式来去插照问题 这个火焰图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于类似一些对比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你既有一个VM也有一个容器 发现容器的场景和VM的场景之间没有办法匹配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VM上面出一个火焰图 在容器里面出一个火焰图 然后对比火焰图之间的一个差异 这个很快你就可以发现距离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再往下的是磁盘的性能 因为对于刚才我们也提到在那个容器里边 IO的问题其实很少遇到 大部分的这个IO的问题都是说你使用了这种特定的一个分布式寸处 比如说对象式的OS、CBS、文件式的NAS等等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在26云的这个云监控上面来去查看 它的这个监控指标就好了 对于常规的这种的这个磁监控 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两款工具 一个叫LTOP 一个叫IO SNOP LTOP它能够帮你找到这个IO鞋比较高的这个进程 然后你再去根据这个进程进行分析 那进行分析的时候就要使用这个IO SNOP IO SNOP你可以理解成是是IO上面的Street 它可以通过这个IO SNOP进行进程跟踪 来找到你对应写入磁盘的这个事件 然后从而来查找到你代码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磁盘的一个性能瓶颈 那在网络性能上面呢 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SAR和NetState SAR这个工具呢 其实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工具 它和一般的性能工具有所差异 因为大部分的性能工具是说我在使用的时候 它去采集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实时采集 或者是说有一个单次的一个采集 而SAR呢是为数不多在Linux中可以记录和分析历史数据的一个工具 那性能调优的时候最担心的问题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浮现这个问题 或者是根本不确定这个问题 是不是在这家机器上产生过 或者是在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 而SAR呢能够帮你定位出很多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它可以帮你来定位定位到这个TCP的一个重传等等 然后可以引导你向这个方向去排查问题 那NetState呢 其实就是一个实时的一个网络诊断的一个工具 通常呢会用NetState来查看TCP协议站的各种网络状态 比如说像左下边这张图 其实是我们在NetState里边 比较常用的和AWK结合来去输出一些TCP协议站的这个conduction状态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里边找到的是 close weight是两个 establish状态是4.1 time weight状态是28 然后通过这些信息来去诊断一些问题 然后通常情况下在容器的场景里边 网络性能的调用很多时候会变成内核参数的一个调用 但是呢我们并不建议在没有性能平定的情况下去做这个内核的一个调用 因为内核的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抽象或者是可编程 这会造成你的这个系统的一个配置很难进行管理 所以如果没有出现性能平定的时候 我们并不建议大家针对你的系统进行很多的这个内核的一个调用 那刚才提到的是网络性能 那网络性能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网络诊断 网络诊断上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TCBDAM和Wireshack 那结合着TCBDAM和Wireshack我们可以对数据包进行分析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比较建议大家运用这种TCBDAM来去输出PICAM的包 然后再通过Wireshack来进行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处理 因为TCBDAM里边其实很难看到上下游的一个跟踪的一个状态 因为那个数据其实过得太快了比较难以去理解和来查看 但是在Wireshack里边呢你可以通过这种可视化的方式来来看到 就是到底是哪一层出了问题 像在这个例子里面是一个回环的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resize 然后发了sign包直接resize 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到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是直接用TCBDAM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难发现问题的 然后右边这张图呢其实比较建议大家深入的去理解一下 TCB协议站的一个状态转换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大家平时比较关心的 什么时候会出现Time Wait 什么时候会出现Close Wait Time Wait和Close Wait其实都会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网格性能 大部分情况下对于网络调游 可能更多的是在调Time Wait和Close Wait的一个数目 以及TCB协议站的各种状态之间的一个过去时间 最后呢给大家讲两个大杀器 第一个大杀器叫Sysdig Sysdig是SysCloud出品的一个基于Lua的一个超强的一个工具 它相当于是streets加TCBDAM加LSOF加HTOP加IFTOP等等 以系列的一个工具的一个结合 除此之外呢它也天然的支持Docker Sysdig的优势呢带于它融合了多款工具 你可以在一个软件里面完成几乎所有的调游工作 但是相对而言呢 Sysdig的使用方式上面也会比较复杂 安装方式上面呢也不是那么友好 对于开发者而言呢也需要掌握更多的一个知识 所以我们的建议呢是说如果你以后希望专门来去搞容器的调游 或者是系统调游的方向 比较建议大家能够就是了解Sysdig 能够就是了解 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工具 其实所有的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被动的调游工具 什么叫被动的调游工具呢 就是你一定要具备一些前提的一个知识条件 比如说你要知道你要来查排查的问题是往了方向 然后以及你要清楚 你要使用这个Sysdig的这些定义是什么意思 产生这些疑问能给你带来什么 那在这个时候这些工具是有用的 当然对于我们很多的开发者而言 他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说这个 我要往这个方向去排查 我要使用这个工具 我什么时候该用Ltop 什么时候该用Sysdig 什么时候该用这个Free 这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开发者并不知道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主动的性能调游和诊断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工具叫做Snowed Snowed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性能调游工具 你只需要把这个工具拷贝到你的这个宿主机或者是拷贝到你的VM里面 然后直接去执行Snowed 这条命令就可以了 然后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来去尝试探测你系统里面可能隐藏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会来去检查你的网络协议站 他会检查你的这个系统的一个词盘一个利用率 他会检查CPU memory的stress的event 然后来去定位可能会存在的某些问题 然后他发现问题之后会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这些建议会以这种上面这张这个命令行的方式进行输出 比如说像这个意思里面是time weight很高 然后他会认为这个time weight很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使用keep alive 然后以及告诉你怎么去设置系统的一些参数来去加快这个time weight的一个回收 来帮你去实现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后边这个advice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不同的这个场景这个advice可能并不是每一条都实用 但是他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个septum 也就是他发现了一个症状 那有了这个症状我们90%的开发者都能够通过google啊 或者通过百度啊来找到这个症状符合自己场景的解决方式 所以这个是Snow的核心的价值 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容积性能调有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下节课程呢我们会更多的讲解的是关于组件级的一些故障诊断 以及常见的一个故障恢复的一个方式 那今天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